在4月21日的时候,美国众议院以311票赞成,112票反对,通过了总额约95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,950亿具体为援助乌克兰约610亿美元,援助以色列约260亿美元,援助亚太地区,其中也包含挖岛在内约80亿美元。 法案通过后,众议院沸腾了,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,很多美国议员疯狂地嚎叫我们毕生,而推动法案的众议长,共和党人约翰逊激动地说,我愿意为此承担个人风险,因为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,历史将评判我们。 在地球的另一端,中国一些的乌贼们也兴奋了,托门高呼乌克兰毕生,其实真正让托门开心的,并不是610亿对乌克兰的援助,而是其中80多亿美元亚太地区的援助,也就是专项围堵中国经费。 托门其实想喊的是美国毕生,这群所谓的乌贼们,其实就是逆向民族主义者,是恨国党,他们才懒得关注乌克兰,只是谁围堵中国。 托门就支持谁,而拿到援助的最大头的乌克兰,泽连斯基激动地快流下眼泪,感激提灵地说道,感谢美国众议院两党以及议长约翰逊做出的决定,让历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。 泽连斯基这次是真的感激约翰逊,在去年10月的时候,拜登就提出了总额106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,但是因为共和党的阻挠而一直未能通过,在接下来的几个月, 但竟粮觉得乌克兰陷入了绝望,乌军的士气土崩瓦解,甚至开始各种消极抗命,很多军队一言不合就开始跑路,一窥千里,眼看着乌克兰遭遇连续暴击丧尸失失地,最近连一直反对援助乌克兰的特朗普都闭嘴了。 4月13日在约翰逊的劝说下,特朗普改口了,表示愿意援助乌克兰,他对记者说,至于援武法案,如果议长提出,我们现在就可以考虑,我们正酝酿以贷款的形式提供,而非只是礼物,我们还在继续送出动辄数十亿美元的礼物,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欧洲也应向前迈出一步,该他们掏钱,他们该拿出与美国对乌军元金额差不多的资金,倘若他们不这样做,我会非常失望,毕竟他们承受的后果比我们严重得多。 有了特朗普的表态,在约翰逊的努力下,在众议院居然拉倒了101个共和党人的支持票,最终达成了311对112的优势,而使得法案通过。 那么这610亿会是泽连斯基的救命稻草吗?会让乌克兰绝处逢生吗?答案是并不能,这610亿能对乌克兰发挥实际效果的不会超过3%,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,就在上周,在美国的国会,美国众议员沃尔兹公开质疑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,沃尔兹掏出一个塑料袋,里面大概装着大约30个螺丝衬套,所谓衬套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机械零件,就是一种简单的金属圆环,一丁点技术含量都没有,大约是几毛钱一个。 沃尔兹对肯德尔说,这是一袋子衬套,衬套是不需要任何工艺的普通工人生产的,这里没什么高科技,在袋子里的都符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标准,但你知道美国空军采购这一袋子衬套花了多少钱? 肯德尔说我不知道,沃尔兹表示9万美元,任何涡轮式发动机都在用这种零件,这种高昂成本是因为,五角大楼只从原始设备制造商那里购买商用零件,其实就是唯一来源,真的正在让我们破产。 美国的国债利息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军费支出,我们负担不起了,这一袋子衬套,如果在中国买也就是十几块钱,不会超过三美元,但是你在美国买,而且是军方采购,就直接翻了三万倍。 这样的故事在美国每天都在发生,所以在阿富汗的时候,真的是美军的天堂,用几百美元的咖啡杯,采购三百万美元的山羊,都在疯狂贪污,又不给特朗普分钱,最后特朗普恼羞成怒,派了三名审计人员到阿富汗去查账,结果击毁人亡,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来,特朗普一看这阵势马上就闭嘴了,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他了。 所以截止到现在,美国前前后后加起来,已经陆续援助乌克兰,总计约九百亿美元的援助,这还不算欧盟给的。 结果乌克兰的炮弹永远都不够用,只有俄军的十分质疑不到,我们话说回来,美国说要给乌克兰六百一十亿美元,这个账是怎么算的? 其中一百八十二亿美元,用于补充美军自己的武器库存,因为给乌克兰给的太多了,美军自己不够用了,其中一百一十亿美元,用于支持美国在欧洲的盟友,因为美国说俄乌战争已经威胁了欧洲各盟友,所以需要对盟友进行支持。 还有其中二百三十二亿美元,用于为乌克兰购买美国防御系统,乌克兰根本见不到钱,美国直接把防御系统给过去,当然这必定是天价,要知道美国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,虽然没有成功,但报价已经出来了,是俄罗斯的二十亿倍。 对,我们在这里额外说一句,乌克兰死活就是缺炮弹,那为啥美国就不给乌克兰炮弹呢?因为美国自己都没有炮弹,俄罗斯现在一个月可以生产至少三十万发炮弹,而美国一个月只能生产两万多发炮弹,就算整个美北约加起来,一个月只能生产不到十万发炮弹,这是为什么呢? 炮弹属于传统军工,从二战之后,尤其苏联解体之后,美西方就不怎么生产炮弹了,供应商从二战是巅峰的85家,锐减到了现在的6家,从90年代开始,美北约打仗都是拼命的欺负小朋友,航空炸弹不要钱一样的扔,但是炮兵他们是真的基本上不怎么用,美国不生产炮弹的重要原因,一个传统炮弹所需要的原材料, 比如TN7,在美国连供应商都找不到了,早就停产了,二个是传统的军工不挣钱,美国的军工供应商,做炮弹才17%的毛利,研发高超音速导弹,至少2000%的毛利,或者就像我们说的做称套,三万倍毛利,所以美国人说我们傻逼了才去做炮弹,话说回来,我们接着分析美国给的600亿, 这里面的292亿美元,和乌克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,压根就不是啥对乌克兰的援助,还有232亿是美国给东西,没有有什么库存就给什么库存,所以泽连斯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抱怨过, 你们说是给我钱,但援助乌克兰的钱,大部分都留在了美国,我们压根就没见过这些钱,说白了这292亿,加上232亿,一共430亿美元,乌克兰就是重当一个工具,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,直接就开始分钱,分好钱了给乌克兰一些破烂,最后货真价实的就是90亿美元,美国说这将作为经济援助拨给乌克兰,也就是说所谓的600多亿,真正掏钱的也就是90亿美元, 那美国怎么援助乌克兰的经济呢?说是帮助乌克兰修建基础设施,这就是个笑话了,要知道美国自己的基础设施比发展中国家都差得多,但是美国对所谓的盟友们的基础建设,一向都很上心,原来在阿富汗的时候,每年都要投入大约百亿美元到阿富汗搞基建,2018年的时候,美国媒体曝光了一个数据,在阿富汗要盖一个小型加油站, 成本居然高达4300万美元的天价,是中国的100倍以上,所以给乌克兰的90亿美元经济援助,撑死了估计就能发挥3亿美元的作用,我就这么说吧,所谓610亿美元的援助,真正乌克兰能用的绝对不会超过10亿美元,你可能说了,这不是忽悠人吗?那泽连斯基为啥还要感激体力?你这就不懂了,泽连斯基是真的感激,在今年年初的时候, 美国记者赫时就拿出了详细的数据,说泽连斯基政府的贪腐程度,已经接近阿富汗战争期间的水平,永远不要指望乌克兰能拿出像样的审计报告,所以最后的问题来了,拿了这610亿,乌克兰能绝处逢生吗?能个屁!